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到许庆雄 许教授来为我们主讲 许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李教授 大家好 那许老师呢 在前几周已经有跟我们详细介绍 有关大学自治的主体 那么是跟教授会的组织 还有大学内部的管理跟执行机关 已经做详细的分析 那今天呢 我们想要请那个许老师来跟我们谈的问题就是 大学自治跟学术自由 那这两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学术自由它是一个目的 可是大学自治却是实现学术自由的一个手段 那在我们目前的大学法第一条第二项也提到 大学应该受学术自由的保障 而且可以在法律换人内享有自治权 所以大学的自治是可以用法律 那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就没有学问自由 但是大学自治当然可以用大学法或是法律来规范 但是它的上面还是有宪法保障 原则上大学如果是为了研究学问 为了传授知识 都应该保有或享有自主决定 也就是自治的权利 只要是学术研究 学问研究 传授知识 教育上所必要的事项 都应该是属于大学应该自治的权限范围 但是一般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特别重要的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研究教学传授学问的自主权 这个是大学自治最重要的核心 也是它最重要的目的 主要的意义它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任命或聘请新的教授或学者的时候 不受任何干涉 由大学自主来决定 第二个就是大学设置者 如果是国立大学 公立大学是国家 私立大学就是董事会 但是基于大学自治的原则 对于有关教育 规制的课程跟基准 不得侵害或干涉到 刚刚我们所提到 大学最重要的研究学问 还有传授知识的目的 不得随便的干涉介入 像过去建议体制之下 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大学 都有国家公权力教育部 也就政治力来决定 应该有什么必修科 应该通事课程 一定要修什么国父思想 种种 那这个都是非法的 来介入大学要传授知识 要研究学问的自主权 第三个部分就是包括学生入学 我要怎么样招生 学生什么时候可以毕业 在什么条件之下 要承担什么 都是由大学内部 由教授会 为主体的大学自治 来自主的做判断 还有负起全部责任 虽然国家教育主管机关 可以要求协议 要求协商 但是最后的决定前 还应该是在大学自治大学的手中 第二个部分就是 很重要的人事自主权 也就是最近台湾 很多大学引起争议 特别是台湾大学的校长 人选的临选的问题 基本上如果是一个 有大学自治的国家 有健全的教授自校的国家 那这个人事的自主 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国家或外部 或是私立大学的董事会 就不能介入干涉 大学要聘请什么研究者 要深等的问题 或大学的行政管理的人事的问题 包括从校长 院长到科系的主任 种种的选择 都是由大学内部 大学的教授 系里的教授 全体教授不是代表 大学的校长 是由全大学的教授来决定 而不是由教授 像过去的国大代表一样 人民选出国大代表 国大代表在选总统 现在台湾的所有大学都是这样 选出校务少数几个教授 当校务代表 然后校务代表来决定校长 投票决定校长的人选种 这个都是违反大学自治 要由全体教授 共同来承担共同的责任 来决定从校长到院 应该有院里所有的教授决定 而不是选出一些代表 象征性的来决定院长人选 这个都是大学自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台湾大学还有各台湾的大学的教授 还有系组任院长的人选的问题 基本上是过去在界人体制 都是由政府 中国国民党来指派大学教授 哪里有大学自治 所以他们说大学自治被破坏 多年来被破坏 台湾的大学自治哪里 根本还没有开始 哪里有被破坏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是由全体教授 选出校长 这个才是正确的 除非有特别的原因 否则基本的理论是这样 其次才是候选人的资格的问题 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品格高尚 有没有是领导整个大学要来研究学问 要来对社会 甚至人类全体做出贡献这样的使命感 才有资格担任大学教授 所以台大教授有两千多个 但是在这次校长争议 临选的争议里面 看不到两千多位教授 有几个 只有少数几个人站出来 讲应该讲的话 所以可见 连台湾大学教授 都不知道自治是什么 自己的权力何在 那谈大学自治 又是太离谱 谢谢许教授刚就有关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 主要是在人事自治这个部分 那另外当然有提到研究教学 那最近在台大有关校长的这个 所谓临选案的这个问题 许老师刚刚有提到 其实最主要就是没有由 富有研究教学责任的 这些教授直接来投票 而是由21个所谓的临选委员 那这其中还有三位是教育部的代表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违背 大学自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那除了刚刚徐老师有提到 大学自治的内容 有人事自治 研究教学等等这些以外 那其实有关学校里面 校园的设施 校区的管理等等 那也是属于在大学自治的患畴之一 那这个部分特别是跟那个 治安机关 警察机关 或是检查机关等等 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实就研究者来讲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就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请徐老师 继续来帮我们分析 谢谢 我们上几集在谈到大学自治发展的历史的时候 就已经指出过去中18世纪欧洲国家的权力 国王率领的军队到了大学地区 就不敢随便进入 要绕一圈经过 原因就是要尊重大学自治 大学像一个城堡一样 在里面有自己统治的权限 管理的权限 这个就是校区设施管理的 大学自治的自主权 民主国家也都是保障这样的权利 因此外部的公权力 包括法律或是警察 要进入大学 都要跟大学协商 互相之间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下面就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校区秩序的管理责任 基本上是在校方 没有得到校方同意 就不能用外面的力量 要进去管理要介入 校方可以自行判断 是不是需要外面的警察 治安单位协助 比如说发生必须要协助的时候 校方就可以请警方进入协助 所以外面的治安力量 警方都要尊重校方的决定 但是如果有紧急的状况 比如说发生火灾 难道消防队还要等校长 邀请消防队 消防队才能进去救火吗 这个就太离谱了 所以有发生火灾 有紧急判断犯人 现行犯追杀学生 已经追杀到校园里面 还要等校方请警政单位进去处理吗 这个就是太离谱了 所以发生这种现行犯的追捕 刑事案件正在犯法的现场 是在大学校区里面 警察都可以进入 所以前一阵子在台大 举办一些中国的什么歌声 歌网的选拔会的时候 已经有暴力团体在校区或校园附近 偶打学生 警察还说 基于大学自治 校方没有请我不能进去处理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警察 有关这方面的训练 还必须要加强 有关这种犯罪行为正在进行 有暴力集团在偶打学生的时候 警方就是跟外面的社会一样 随时可以进入校区来阻止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这个都是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 原则上要在校方邀请或同意之下 才可以进入要逮捕或侦查校方的种种 都必须要取得逮捕令状以后 还要先通知校方 我要去搜索 我要去逮捕某一个学生或教授种种 那这个校方如果没有许可 那就不能随便的进入 警方检警单位要进入校区 除了校方的同意 除了法院法官发出的逮捕令状以外 校方的同意也是一个重要的要件 那这个都是校方的自主权 在管理校区的时候的自主权限 徐老师刚刚帮我们就有关校园的管理 还有那个学校设施的一个自制的一个权限 那除了刚刚徐老师有提到 最近在台大就是2017年9月 那有中国的那个所谓演艺界选秀 那竟然也在台大的操场要主办等等 那甚至有所谓的那个校外的一些不明人士 那对学生有已经要殴打 结果警察说放着不管 那真的是很离谱 那我再分享一个我在北海道大学 留学的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以前北海道大学的校区 其实他那个校外的车辆要停放在那边 学校也没有反对 可是一般因为他离乍汉车站很近 所以一般的市民都知道把他停在那边 警察是不会进去脱掉 所以那个就是说没有在很危急的事件当中 那警察其实他是不敢进去到大学里面去 不要说是搜索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比较久的那个大学 其实他们大学自治 那么相对其实已经是比较稳固 那特别是有关校园的管理的这一个部分 那么谢谢徐老师对学路自由的内容 跟界限纲已经做一些补充性的一个分析 那其次就是谈到大学自治 刚刚徐老师有提到就是宪法上的制度性保障 那可是制度性保障应该也是有他一定的这个界限 那特别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跟警察或治安机关之间的关联 应该是要有一个界限 那其实过去也有学说呢 那就这一点呢 那提出说 其实大学他最主要的价值 他并不是在就既有的知识体系 那么只是在重复并不是这样 创新 还有就是能不能去提出一个新的 跟自然或社会法则 那作为人类的一个精神活动的一种学术的活动 那其实就应该要排除呢 警察或者是其他公权力的监视或监控 所以也就是说大学呢 要保持跟警察或检察机关这些有一定的距离 就维持他的自主性来讲是特别重要 那就这一点是不是有些国家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案例 可不可以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跟分析 这边举出战后 日本从专制的帝国主义转化成民主法制的国家 那对于大学自治还有种种的界限的问题 还是不太明确的时候 1952年发生在东京大学 当时东京大学的一些比较有改革理论的学生 他们组成一些所谓人民的剧场 人民的社团要来演戏 要来表演对抗专制体制 追求人权的一个理想 有时候他们会在东京大学的校园里面 举办戏剧的表演的活动 也对外的售票 欢迎外界的人士来观看 来了解时代进步 必须要改革的种种理想 那有一次在表演的时候 在校区表演的时候 学生发现有三名刑警 穿着便服的刑警 在那边做笔记 在那边抄学生名称或什么 所属的种种资料 被学生发现 所以学生就去要求他 把那些笔记 那些资料提出来 他们要销毁 警察就拒绝那些刑警 就拒绝 所以就发生拉扯 学生有对警察暴力攻击 强妥他的那个资料文件的 这些状况发生 所以事后 警方就向法院控告 学生有暴力阻扰公务的行为 引起诉讼 那警方的主张是认为 这个是一般外面的人都可以参加 只要买票都可以进入的 一个对校外的公开活动 应该不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 我们警察是买票进去 那怎么不可以 我们去做一些调查活动 那应该是合法的 但是在法院 地方法院 法官就认为 警察如果作为一般的 下班作为一般观众 纯粹的去观赏戏剧 享受学生表演 那当然可以 但是你如果负有任务 是组织性的 派遣去侦查 做笔记 要调查学生的活动 做报告 以后来监督 监视学生 那就是违反大学自治 你违法在先 然后学生要来阻止 这个违法侦查的行为 发生暴力 那就变成是次要的 阻擾公务 什么 这个就你犯 警察违法在先 侵入校园 没有得到校方许可 进入校园侦查 所以当时的地方法院 就判决警察败诉 学生不必承担 抢夺警察资料 或对警察有暴力行为的责任 但是到了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那些战权 遗留下来的 资深的那些法官 因为还有过去 专制体制的思想 所以就判决学生 也应该承担责任 让大学自治 校区管理的责任 就变成好像 不是大学完全可以自主 但是这样灰色的判决 后来在学说理论 在各种社会的分析 看讨之下 以后就不敢再做这样的判决 以后任何警方进入大学的侦查活动 就完全禁止 但是如果对照于台湾的大学 在过去 不要说警察 连军人都可以以军事 军训教官的名义进入学校 事实上还是有承担很多代表 借员统治体制的中国国民党政权 来监督包括教授学生 还有各种校内学术活动的任务 这个都无法避免 即使到今天还是保留 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 军人进入大学里面 政治力充分的来介入学校 还设党部种种 那都是今天终于因为台大校长的事件爆发出来 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台湾民主化以后 在大学里面还是保有过去 由这些跟党国体制形成共犯结构的 那么多的教职员教授 还在继续借着大学自治的名称 名义来违反的 行破坏大学自治 学术研究的这种事实的行为 所以这个我想 整个社会不能把它 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应该好好地来思考 不只是台湾大学 所有台湾各地的大学到今天 是不是还有过去介缘尸体 遗留下来的党国体制 有少数的所谓自称为教授代表 就是类似过去的国大代表一样 来选总统 来选校长 那这样 这个怎么能落实大学自治 每一个大学教授应该引以为悍 应该站起来要求所有大学教授 都有自校的权利 才是迈向大学自治的第一步 那除了康徐老师所提到的 大学校长的选任以外 其实我们长期来很忽视了 大学内部的专任老师的聘任 还有学院院长的选任 那或者是系所研究所 这些所长系主任的一个 这些选任 其实都没有由这些专任老师 有承担这个研究教学任务的老师 那么以教授会自治的这一种方式 投票 那来选出这样的一个人选 那台大 我觉得就是说 一般社会把它视为龙头 其实这个案件也凸显出 其实整个台湾的大学的自治 可以说是还没有踏出底部 那是冰山之一角 那另外就是刚刚徐老师 也有帮我们提到的 就是有关那个 校园内部的这些设施的管理 那我记得就是说 在1980年代末期 那其实那个时候司宜灵教改 一个前提的核心就是 有关要排除那个自由之爱 台大的自由之爱 那个时候要排除那个教官 不能在大学里面 那么去干预这些研究者 或者是学生的这些思想自由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台湾的历史上 很长期的 就是我们还没有建立 这样的一个大学自治的这些理念 这些问题呢 可能就是说在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上比较冲促 应该是在后续的几次节目 就是应该要再度的一个深入 来做这样的一个探讨 那今天因为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的这个探讨 大概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观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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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